六亿儿童节到了 娱乐圈的模范妈妈张伯芝自然也要带着两个可爱的儿子好好过节 有日本网友拍到张伯芝在儿童节当天带着儿子在日本街头欢乐游玩 搞怪的是已经五岁的路卡斯全程坐在婴儿车上 要张伯芝推着四处走 而三岁的小儿子Quintons则独立的走路卖萌不断 被路人认出的张伯芝还大方和当地粉丝合照 更叫Quintons向日本老太太问好 玩到兴起时张伯芝还和另一个小朋友嘴对嘴当街亲吻 惹得两个儿子眼巴巴的在一旁望着十足有趣 风行娱乐整理报道